嗨,大家好,我是肥薯薯 今天這支影片打算來介紹一下一隻稀有餅乾冒險家 雖然它沒什麼人用 但是它會是你突破公園站四名人上海的重要餅乾喔 不過當然操作起來是需要實際的習慣 不過我相信要變強,能點進來的你們一定能做到的 等一下我會展示三個部分 第一,成功,但是其實是失敗的例子 成功的例子和其他擁有滿級冒險家的影片釋放 一樣,配要我會放在影片最後,那就直接開始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看似成功,但其實是失敗的例子 我會放慢給你們看 當乾草冷卻轉好的時候,我們馬上就開 這是每次打高的龍都會做的事情 然後我習慣在樓梯附近放黑小第一次技能 接下來的放招順序我個人是這樣 雪鬼,冒險家,黑麥,然後再加蛋弓 然後乾草冷卻好了,我會馬上再開乾草技能 記得是馬上,不然會擋不住龍的第二次上海 然後在時間0.49的時候,開黑巧第二次技能 能擊飛召喚獸 在街上冒險家和雪鬼,還有蛋弓 剛轉好的蛋弓 這樣就完成了 看起來是不是很完美,但其實並沒有 讓我們看看輸出錶 雖然不是滿級冒險家 但是這個傷害真是太低了 很明顯沒有吃到蛋弓的扣房 正常來說,五師長以上的冒險家 都會打到接近雪鬼傷害 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成功的例子 順序剛剛已經說了對吧 現在需要注意一下那個蛋弓的時機 第一波,使用雪鬼技能當當攻轉到6點時鐘的樣子 然後使用冒險家技能當當攻轉到10點時鐘的樣子 暗胎怪就吃不到破防,慢一點第二波就被打死了 接下來就是甘草用技能擋傷害,黑橋擊飛小兵 最後就是狂點冒險家,雪鬼的彈弓 讓他們能發揮第二次作用 記得是狂點咯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看一下傷害表 其實雖然我冒險家等級56 但是其實我技能只有 好像只有53了 六師等是有幾率達到五名超光傷害的 現在給你們看一下我的冒險家的數字表 你們看才53 雖然今天已經剛剛上到60了啦 但是我影片錄製還是在56等 然後這個是我公會的隊員發給我的一個影片 這個是他們極貌險家的傷害 你們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決定再放多一個給大家看 就是假如不小心失誤的話怎麼辦 不要擔心你的傷害還是會有接近3明年左右的傷害 我會放在這一部分的下面一點 你們可以看一下如果有興趣的話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按讚或留言 或者看個十遍 謝謝你 再見 我的黑巧的話我會放三個攻擊兩個傷害抵抗 然後攻擊裡面有一點冷卻 因為我覺得黑巧那麼硬的話 到最後也是沒有辦法做出任何傷害 所以我會放一點攻擊 然後就是乾草 乾草的話也是冷卻越高越好 因為要加快放小兵的速度 冒險家的話我建議冷卻 最少要放個3到3.5 最好是不要放過這個號碼 因為如果太多的話 你可能會 就是好像我第一個影片樣子 太早放技能 或者是 太早放技能 黑麥的話我就攻擊越高越好 還有暴擊 暴擊高也是好 因為它是一次新用品 對嗎 然後血鬼的話 我的冷卻會大概跌到5或6 這樣的話能夠確保他的第二次輸出 能夠完整的放出來 因為血鬼傷害其實是比炭琴價還高的 所以我會確保他冷卻高一點 容錯率低一點 血鬼 痴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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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